景田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农业管理制度 也对农村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是一种以地为单位的土地分配和管理制度 景田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 尤其是在州、秦、汉、唐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景田制的主要特点包括 土地分配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制度 将土地划分为景田 每块景田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直接分配给农民 作为其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 集体耕作 每块景田通常由若干农户共同耕种和管理 实行集体耕作 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产量 政府管理 景田制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直接管理 对土地的分配、耕种、收获等进行统一管理和指导 以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农田布局 景田制的农田布局通常呈现出一种规整的格局 如方形或长方形的田地便于管理和耕作 景田制对农村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布局 景田制的农田布局直接影响了农村的空间结构和布局 使得农户的住宅通常分布在田地周围或集中在村庄中心 形成了一种规整的农村空间格局 农户住宅 农户的住宅通常建造在景田附近 便于农民进行农业生产 这些住宅通常是简单的土木结构 符合当地的气候和土地条件 村落组织 景田制促进了村落的组织和管理 使得村落通常按照一定的规划和布局建设 形成了一种集体生活和劳动的社区 总的来说 景田制对中国古代农村建筑和农村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土地的重视和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制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